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 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個禮拜的拆股王 我們今個禮拜的嘉賓有CREATE 相信之前有看過我上一個節目 應該知道CREATE是誰了 CREATE不斷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CREATE 就是香港的基金經理 之前大概有六七年時間 在香港的賣方做分析師 主要是看工業股和中小盤的股票 現在做基金經理的焦點都會在中小股上 對 因為今天邀請你上來 其實也是為了調查中小盤的局 上星期我們邀請了Michael 賣方的分析員主要看TMT 正值上星期iPhone推出了iPhone 8和iPhone X 一系列的概念股 其實推出之前已經推出過一段時間 但出現之後 其實上星期的節目之後 其實今個星期有部份也繼續炒 有部份是跟iPhone有關係的 有部份雖然跟iPhone沒有直接關係 但因為在同一個產業裏面 大家一直都在說iPhone 其實一向是一個帶領潮流的尖端產品 所以即使它不是直接受為iPhone 或者不是直接供貨給iPhone也好 如果iPhone帶起了整個行業的升級潮的話 即使行業裏面其他有份的公司 其實都會受惠的 就好像今天你也特別上來 介紹一隻公司 這隻其實未必近期表現最好的 但這隻曾經 今年來講也算是TMT一個股王 今年的勝負算是比較厲害的一隻 即是從年頭到現在 即是由你開始 因為我也聽Corey說 即是講這間公司 講這間股票也講了一段時間 其實今天因為時間比較多的關係 可以跟大家詳細分享一下 當初為何你可以發掘到一隻這樣的股票 以及你當初基於什麼原因 而相信它的故事 即是相信局 然後去買 可以開顧你今天想說哪一隻 今天其實跟大家想說 就是優太科技 股票編號1478 可以去看一看圖 首先給大家看看有多厲害 這張股票編號 可以看到數字上 可能有點混亂 圖的顏色不太好看 但看回恆子的今年升幅 其實只有20%左右 在手機鏡頭 主要是鏡頭裡面 香港有兩間公司 一間就是金曼斯港 優太科技 1478 另一間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詳 的順語光學 2382 看回恆子升20% 信譽年初到現在升了2倍3 由優太來說稍微好一點 升了3倍 但是再看回恆子 其實原來 這是一年圖 一年的回報 一年的回報 是的 是的 再看回恆子 其實當初也挺誇張的 其實在五年內 它升了差不多30倍 有28倍的升幅 今年升了2.3倍 大家都會一直在想 到底有沒有第二種 的信譽光學 是 剛好去一些業績會 或者去一些 我們叫做露營 露營 遇到這間公司 不如說說信譽 和優太 有什麼相似的地方 有些觀眾 可能未必知道 信譽究竟在做什麼 信譽又要拿道具 我手上是一部 大家手上也有這個道具 是的 華為的P9 Plus 華為的P9 Plus 信譽其實是做過 鏡頭模組的 鏡頭模組裡面包括什麼呢 包括鏡片 一些感光元件 和一些馬達 信譽就會在鏡片上有生產 以及組裝也有生產 據一個鏡頭模組 我們稱為鏡頭模組 模組裡面牽涉好很多不同的部分 剛才你說的有鏡頭 有摩托 摩托 摩托可能伸縮 背後有些電腦板 是的 信譽就是會負責做 鏡片 鏡片 以及組裝 即是會生產鏡片 沒錯 鏡片生產就是比較複雜的工序 就是用玻璃膠 他和一些人摸 是的 兼且就是將這麼小的元件 逐件逐件組裝在一起 變成整個鏡頭模組 沒錯 這就是信譽做的事 是的 那優太呢 優太也會差不多的 但是他就缺乏鏡片 這一部部分 他純粹是買了東西 回來組裝 是的 也可以看看圖片 其實你看到不同的品牌 也有不同的 可以去到圖 是的 不同的品牌也有這些雙鏡頭 然後 這樣想吧 除了找第二個信譽之外 其實我們也看到另一個潮流 就是開始由一個鏡頭 變成兩個鏡頭 如果大家印… 這個第一個 我們稱為近代 第一個應該由華為開始 就是我手上的這部 就是手上的這部 其實你說第一個就不是第一個 應該是HTC來的 如果沒有記錯 但是真的成功 HTC應該是很多年前做過的 那應該是 是失敗的作品 你說真是成功 就是這張圖的左上角 那個華為的P9 Plus 是的 那個就是用了Leica鏡頭認證 就拍照出來很漂亮 雙鏡頭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可以拍到一些不同效果的照片 例如做到單反的淺景深 拍到人像後面的東西都蒙了 又或者令照片的質量提高 甚至乎 都很多很多不同的做法 令到它將手機鏡頭… 先聽回來 因為它將手機鏡頭的距離是拉近的 基本上做到單反的八成的事 就是效果少了很多 於是華為開始用雙鏡頭之後 然後到iPhone 7 iPhone 7 都開始進入雙鏡頭的年代 然後陸陸續續的很多高端的產品 都開始由單鏡 即是後置鏡頭 由單鏡轉為雙鏡 所以對於整個產業 對於整個行業來說 又忽然間多了一個增長的動力 一變二 就是由一變二 本來是做一個鏡頭的 然後變成做兩個鏡頭 即是產量是雙倍了 這些是我們投資界最喜歡賺的 改變的消費模式 你以前就是買一個鏡頭 現在買了兩個鏡頭 這些對於投資來說是很好的概念 剛好又遇到優太利這間公司 其實它類似有一個叫彎道超車的概念 是什麼呢 雙鏡頭 並不是說我們只放兩個鏡頭 一起放上去 就這麼簡單就可以 它後面涉及一個比較複雜的 叫計算法 英文叫algorithm 簡單的概念就是 我現在兩個鏡頭拍了兩張照片 怎樣把它搭在一起 裡面涉及一些計算的東西 例如沒有理由 我這隻食指搭了 那隻中指也不合理 那麼它怎樣計算 令到這個相片出來的質量是最好的呢 裡面這一個就是最核心的技術 而優太它自己沒有公司 其實就是一間這樣的計算法公司 令到它有一個很好的能力 有機會拉近它和信譽和國內 有一個叫勾飛光的距離 所以就覺得它 其實接下來有機會拉近距離 那時候也在說 可能是十多億市值 幾億市值 幾億市值上去 然後拉近距離 那時候已經在說 Sunny可能超過100億市值 你拉近距離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投資的概念 然後再看 其實接下來另一件事就是 有沒有可能 到底接下來的智能手機市場 是在哪一處呢 好 我們先看看圖 你看到如果大家有跟進一些國內的手機來講 早五年左右 那時候的品牌都不是現在我們看到這些 可能是中興、華為、聯想、浩派 對 號稱我們以前叫中華聯號 但是如果大家慢慢回到國內 就會留意到 喂 多了一些新的手機品牌 然後之前的手機品牌 現在你很少在國內、國外也會看到 包括聯想 聯想和浩派你都不太看到 甚至乎如果 那間公司也好像不在 也還在 還在 即是停了牌 停了牌 不好意思 然後你去一些國內大的商場 高鐵站、機場 你會看到一些新的品牌 例如 V4、OPPO 這些大型廣告 甚至乎國內的手機 是找一些一線的明星去買 例如 小米找過梁朝偉去買廣告 范冰冰也好像有 另外也有些國內出名的明星 開始去買手機廣告 慢慢洗牌 洗牌變成新的四個是哪幾個 華為還在 小米、V4、OPPO 圍和歐 你會看到 其實這是六月份的一個銷售數字 看到最高的品牌 全部都是這幾個華為歐的品牌 然後再去看看 信羽和優泰的分別 其中一個大分別就是 華為一直都未成為優泰的主要客戶 他們可能都是做一些小米、V4、OPPO 甚至低一點的品牌 但是剛剛開始轉變了 到了中期業績的時候 以前優泰都是通過一些供應商 可能供給一些華為低短的機器 但是現在開始直接供貨給華為 所以這個距離又一次收窄了 再看另一些數字 就是每個月的出貨量 就是每個月的出貨量 對 每個月的出貨量 你見到其實也做得挺帥 紫色的線是17年 綠色的線是16年 可能比較不明顯 但是我想要大家注意 就是右下角的圖 是一個1300萬像素以上鏡頭的出貨量 其實它做到佔比是四成多 可能一、兩年前這間公司 都是兩、三成很少 那麼做高端的好處就是 我做高端的品牌的時候 不會被人壓價 以前做一些低端的 可能是幾百萬像素 基本上你做一些比較差的事情 基本上每年降價 那你就是做硬件的命運 就是做這個電子硬件的行內定律 就是同一款產品的價錢 每年向下跌 然後你見到它越做得越高端的話 其實它就逃離了這個命運 就變成我真的做一些高端的東西 我不是一個小小雞 我不是做一些差事的 其實我已經可以上到頭三大了 除了順宇、歐飛光之外 第三大就是優太科技 這也是科技公司發展的歷程 因為剛才說過 就是相同的產品 價錢是每年向下跌的 所以如果你要保持公司的營運能力 或者目利率的話 你必須要研發新的產品 所以看一間科技公司 究竟它有沒有前景 就要看它有沒有研發的能力 沒錯 再看下去就會看看股值 到底這間科技公司 可能前景很好 你速度怎樣看呢 你要解釋一下 這就是一個未來一年 譬如現在是2017年 大概是100年的市盈率 大概是怎樣的 這是100年市盈率的股算 未來一年市盈率 你看到下面有綠色兩條線 就是那個區間 一條比較淺色的匙色線 就是它的平均值 那這個平均值其實可能大概 這個是由幾時到幾時 15年 15年到現在上市左右 15年到現在 就是上市開始到現在 上市的時候 它仍然是一個比較低的股值 是的 這個是 矛盈一點 啡色的那條 中間那條大概是10倍 大概10倍 是的 它現在的未來一年市盈率 大概是20倍 現在是大約上去20倍 那之前就是瘋狂的時候 就炒到上去30倍 接近30倍 最高位的時候就是30倍 現在下回20倍 剛剛上市的時候 大家可能未認可它的技術 或者未認可公司 加上是新上市 所以剛剛上市的時候 大概是10倍左右 不要緊 我們可以再看後兩章 是 這個就看到行業的比較 紅色框框裡面 你就看到100年PE 其實主要我們就是看第二間的信譽 和描述了優太科技 現在市值差 股值差距 其實就是大概30倍 對比20倍 好了 問題來了 跟信譽的距離越來越近 到底我們覺得這間公司值多少錢呢 價值在哪裡呢 我想再看看 其實為什麼 剛剛八月份的時候 其實優太曾經一個月內升了1.6倍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我們看看距離有多大 信譽的市值其實是1400億 優太大約160億 這是在說剛剛的 剛剛昨天的收市價 大概是9倍的差距 但是中期業績來了 這個就拉近了 好了 信譽營收的信譽是100億 但裡面大概也有些鏡片 剛才說過 還有一些光學儀器 可能跟手機鏡頭不是直接的關係 然後優太36億 這就是三倍距離 再到純利那裡 信譽12億 優太2億 差6倍 這個最值得留意就是純利率 純利率 信譽因為做多了 他做了鏡片 所以做了其他東西 所以他的純利率是高很多 12%的 優太只有6% 但是 我這裡要解釋一下 做鏡片和做這個模組 那個模擬率的分別 這個也是為什麼 為何信譽的純利率這麼高的原因 還有鏡片的部分 其實鏡片是以前的做法 可能會涉及到很多人 用手去摸 可以先說回來 是的 涉及到很多人用手去做的事情 以及鏡片來說 可能就是台灣的大立光 信譽去做的 你要跟別人買零件的時候 部分你的盈利空間 就要讓給別人 優太自己沒有鏡片能力的時候 自然跟別人買 所以毛利率是會低一點的 這個也是正正在說中期業績的時候 那一個數目有多重要 中期優太出了一個數目 就是12%的毛利率 市場股只有9% 其實跟以前可能一樣 誰知道出來這麼大的驚喜 就是因為產品組合改變了 做多了1300萬的數目 高端的產品 所以令到毛利率可以提升 那也是告訴你 他上了一個台階了 可以跟信譽和歐飛光 拉近距離 這也是為什麼中期業績之後 可以爆升這麼多的 正確的 這是一個超大的驚喜 我想這個也是 投資界最喜歡的地方 如果這個世界 每年都是按著 原有的軌道這樣走的話 機會就很小 股價就最多慢慢上升 股價可能會跟著盈利上升 今年盈利升兩成的時候 股價就升兩成 投資界 我們這些投資者 最喜好就是覺得 世界的基本因素 是有些東西是改變的 優太就是在這裏 就是超乎大家預料的改變 因為股值跟一間公司的毛利率 是有很直接的關係 如果毛利率是深厚的話 相對來說 那個股值是較高的 因為你的毛利率是夠深的 萬一遇到什麼事的時候 你不會馬上變為虧錢 如果你本身的 那個大股市的毛利率 有三成的 那買有什麼事 可能是世界經濟 突然間轉差 那你30%變成20% 你的營利空間 仍然會在這裏 那如果你毛利率 本身只有10% 就是好像很多中國的 製造業的公司 都是這個情況 你毛利率本身只有幾個% 單位數的 到順利率的時候 1-2% 發生什麼事 人工一家 或者最大目的是 就是之前人民幣 原材料 人民幣 一動的話 你就會有賺便市 這些就是因為 確定性比較低 所以導致你的股值 沒有太大提升 所以如果你可以 將自己的毛利率 提升的話 互情何加深的話 相對來說 股值 就可以叫高很多 優泰是否這個情況 其實是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剛剛做了台灣的售購 就令到我覺得 其實上完去23元 下回來 現在可能今天14-5元 我覺得還有機會 其實收購了一間 叫台灣的新巨科 那這間新巨科 是做什麼的呢 新巨科 其實就是幫Microsoft 那部Xbox 家用遊戲機 一個叫Kinect的配件 可能Xbox在這裡 有一個鏡頭在拍攝著你 掌握你的玩家的動作 來跟遊戲 互相配合的 那一個叫Kinect 而新巨科 就是做這個鏡頭模組 即是說其實這間新巨科 類似動作感測器 沒錯 它可以做到一些3D感測鏡頭 其實感測鏡頭 就可能用到在下一個世代 我們所說的AR、VR 甚至乎車用 可能用來做無人駕駛的 這些方面都會 買到這間公司 其實又再一次把它拉近距離 我覺得這個是市場裡面 還沒有看到 將它放入優太的價值計算 那裡的部分 因為暫時的效果還沒有出來 是還沒有出來的 大概是8月底的時候 整個收購才完成了 然後他們 他們雙方的技術 是可以有協同效應的 這個可能就是 下半年 或者未來一兩年 就會釋放的 沒錯 而且 還有優太已經成功 進入了深港通的名單 現在市值也要百多億 深港通可能要五、六十億 接下來會有更多國內人 去參與的時候 其實對於它的估值 重新出來 都會很有用 關於估值那裡 因為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這個話題 我們下一節再見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